那今天常常請要帶進去世來 也要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真的萬一走到這一步 就是真的大家也溝通不下去 也真的是協議要離婚了 那有什麼東西是我們可以 這個真的爭取的財產 原則上夫妻要離婚的時候 大概會牽涉到這三個 一個是善養費 另外一個是扶養費 再來的話是 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要怎麼計算 跟分配 我們會先去各自計算 他到底有多少的婚後財產 那當然這段期間 可能就是要留意對方的一些 資金的動向 他最近有沒有什麼買賣 這個就要去大筆的 大筆到底結束 對 尤其是大筆 小筆的可能幾十塊 那當然就沒有必要了 那再來的話就會去 把 不要在外面跟人家學壞了 你不是一個單親家型小孩 你有親爸爸 你有親媽媽 明天是中秋節了 我們都知道這是一個團圓的日子 不過小 跟我一起全要靠路的時候 希望 你很快樂 月圓 人圓 也祝他 很差錢愉快 但這邊有特別要提醒 就是比如說 是因為繼承的關係 我從爸爸媽媽那邊繼承的財產 或者是別人送你的一個贈語 或者是你因為被人家罵 被罵之後 就請求精神衛福金這些 是不會列入到婚後財產的 那平均之後呢 多的一方 就是會給少的一方 但我覺得這邊 今年度法律又有修正了 他有特別去規範就是說 因為有一些比如 嫁入豪門 我過沒多久 有一些婚後財產 但我就立刻離婚了 那少的那一方 他就去請求豪門的那一方 要平均分攤 那因為就是會有一些 類似這樣一個現象 新年修法之後就認為說 法官可以去裁量你 這個婚後財產的取得時間 或者是說 你對這個家庭有沒有多少的貢獻 對這個子女 對這個家庭 那法官可以去檢除或免除 這樣的一個額度 講到豪門 然後想到不是很多豪門 都會簽婚前協議書 其實那是沒效的對不對 對 那是違反公序兩署的約定 對啊 那是沒有效的 就只是大家簽爽的 簽好玩的 因為那個美國富豪富翁都會先簽 很多都會說 你離婚比如幾年之內 你生小孩可以拿多少錢 生男的生女的拿多少錢 其實超細的 可是那個根本是 就沒有用的 但對方願意給就好 對啦 也是